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栏目的朋友对叶面肥应该都不是很陌生 因为经常会用到一些叶面肥 叶面肥的使用相对于其他的肥料来说 见效更快 使用更安全 叶面肥既然这么好 那么叶面肥是否可以经常使用 频繁的使用甚至于代替更不失肥呢 叶面肥有很多种 一般来说最常用的那些叶面肥 是以补充元素为主的 因为植物的生长它最基本的三个元素 是氮磷甲三个元素 那么叶面肥通常是以补充元素为主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基数类的叶面肥 比如说我们在重菊花的时候 就会用到一种什么呢 矮状树 也就是叫多酵挫的一种叶面肥 它是控制这个集中的旺兆 还有以前的种其他种作物的时候 会用到一种促进生长 跟刚刚的那个矮状树呢 刚好是相反的 它叫赤梅树 也就是通称的920 这些在重兰花当中一般的不常用 所以我们就不讲了 至于微量元素的叶面肥呢 在养养花的时候呢 也很少使用 我们就讲比较普通的 补充元素的叶面肥 通常呢是 尿素和磷酸氢钾 也讲过很多次了 那么叶面肥能不能经常使用 代替这个 正常的施肥 兰花的养分积取 养分积取 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叶片 叶片可以从大气中 雨水中获取养分 还有阳光 光合作用 制造养分 叶片的养分积取 它有阳光 大气 雨水 三条途径 还有一个就是根系 根系呢 从这个土壤中 积取到养分 那么上下齐聚 它们都会把养分呢 积累在这个 兰花的炉头部位 这个炉头部位 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说是 叶片的积取养分比例 和更新的积取比例 应该是 大概有三比七左右 这样子 毕竟还是以更新为主 那么如果叶面肥 叶面肥的使用 过于频繁 过多的话 经常使用 隔个 一个多星期 十来天就用一次 一年到头 在兰花的整个生长期 都这么使用的话 它会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 它会导致兰花根系 产生 惰性 懒惰的惰 它就是这个兰猪 它感觉到 这个兰根呢 就不需要积极的工作了 因为 它所获得的养分呢 足够兰猪生长 光是叶面肥啊 而且叶面肥呢 长期使用叶面肥 会导致这个叶片 叶片的输送啊 叶面肥它是要叶片吸收 然后输送下去的 这会导致这 这条通道呢 就超窄 超负荷 一个是叶片超负荷 第二个是根系退化 叶面肥一般来说是 春天和秋天 各喷两次就足够了 春天在出苗的时候 喷湿叶面肥 可以加入一些氮肥 还可以增加氮肥的比例 在秋天出花类的时候 喷湿叶面肥呢 就可以取消氮肥 以凝甲肥为主 喷湿凝甲肥 增加这个兰花 孕育花苞的这个能力 叶面肥虽然好 但是不适应 喷湿太多 喷湿过皮